哈喽 大家好 我是Elizabeth 有看过你的tinter贴完后好像有硬粒粒的灰尘吗 其实灰尘的来源很多 所以贴tinter的时候是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止灰尘 影响汽车贴完tinter的效果 第一 密封无尘环境 空气中多多少少都会带有一些灰尘 人走路也会把地上的灰尘带到空气中 所以我们工作的地方尽量把 空气中的灰尘含量减到最低 我们做工的地方前后门都必须关闭 预防外面太多的灰尘进入店内 还有店内一定不能使用风扇 每一天早上也必须骂地把地上的灰尘清理掉 第二 车身的保护和清洁 汽车的表面会带有灰尘 所以贴tinter之前一定要骂车 还有就是车内和车外都要做好保护工作 玻璃周边也要清洁干净 如果一些比较旧的车 车窗缝隙中会有很多肮脏的东西 必须提前处理 第三 玻璃清洁 玻璃内外都要清洁干净 还没上纸之前把玻璃的灰尘清理干净很重要 刮水清洗玻璃也不能随便刮 因为当不会收尾会带来更多的沙力 如果有残留的灰尘会直接影响tinter的清晰度 第四 用水也有讲究 我们用来贴tinter的水一定要经过过滤 过滤水里面没有杂物 所以贴tinter过后也不会产生额外的灰尘 还有我们每天用的水泵里面也要保持清洁 第五 技术人员的手工 在拆开透明纸时非常讲究手工 从还没拆开纸到上纸的部分 都很讲究细心 比如拆开纸时不可以太靠近物体 以免物体上的灰尘被静电所细 导致电凳沾满灰尘 还有上纸的时候尽量准确 如果纸上了再移动太多 会沾到玻璃四周的物体或沙粒 第六 车上的毛绒饰品 带毛的东西容易产生静电 所以西服的灰尘也多 太多的毛绒饰品是需要先处理好 还有我们用的保护膜布料是不能跌毛的 如果玻璃框有毛料的话 是必须用masking tape包起来 预防毛料沾到tinter上 也能预防做工时不小心把毛料弄肮脏 如果贴了tinter灰尘很大力 又多又很密集的话 是会影响驾车的视线和窗口的美观 还有如果灰尘太严重的话 需要重新贴过 朋友们记住 当玻璃洗好之后 或者技术人员在上纸时 请不要在四周走动 或者开关车门 以免带入大量灰尘或沙粒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tinter的话 可以whatsapp我 013-286-4349 013-286-4349 我是Elizabeth 谢谢大家 下一集再见 Bye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